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现成的创建 首先看课的目标 学会创建现成,课后作业,编写代码 来实现现成的创建 在lating的环境下 我们会使用 p3的下滑线 create函数来创建现成 在创建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包含统文件 其函数的声名如下 首先,这一个函数返回值是一个映存型 它有四个参数 这是第一个 我们知道,第一个参数可以看一下它需要传什么 就是第一个参数为指向现成标示符的指针 这一个其实就是一个prd 就是一个现成的prd放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当然是一个新,说明传练是什么呀 传练是一个d子 传练是个d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 影响到这个变量的值啊 好 第二个 第二个参数是传一个现成的属性 咱们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参数用来设置现成的属性 就是我们在创建现成的时候 操作系统会给它分配一些个资源 那么我们如何让操作系统给它分配的资源受我们程序的控制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现成属性里边给它设计一些个值 比方说 我们知道每一个现成都有自己的占空间 那么这个占空间创建现成的时候到底给它分配多大呢 这个我们也可以在attr 就是说在设置现成属性的时候给它设进去 那么创建现成的时候 莫名的就是我们设置的那个值 好 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参数的话 是现成运行函数的起始地址 我们知道 创建一个现成之后 这个现成要去执行一对代码 那么执行哪一对代码呢 通常我们会把这些代码写成一个函数 而把这个函数的函数名 也就是说函数的地址 传给这个现成 那么这个现成一旦创建 它是不是就去执行这个函数 所包含里边的里边的所有的代码 所以说我们第三个参数 就是一个函数的起始地址 其实也就是个函数名 第四个参数 第四个参数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一个参数是运行函数的参数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第三个参数 是传递了一个函数的地址 那么这个函数一般它是有参数的 那么这个参数怎么付给这个函数呢 就通过我们第四个参数 来给我们的运行函数传递参数 大家想想 一旦这个现成创建 它是不是立即执行 我们第三个参数给它传输的函数地址 并且呢 把第四个参数的值 付给我们运行函数的参数 好 注意事项 在编译时 注意加上 -i p thread参数 已经用静态 远接库 因为pthread并非linear系统 墨进库 如 gcc g-r pthread 然后原文件 -o 和执行文件 好 我们下面呢 结合具体的实例 来看一下 现成是如何创建的 好 看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的代码 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这些代码以及它的运行结果 首先我们要包含头文件 紧接着我们声明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它有了要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它返回值必须是word星 参数 参数这一个我们可以也必须是word星 word星代表什么 是不是代表任意 任意参数都可以指向 word星是不是可以代表着指向任意的参数类型 好 唯一可以变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函数名 这个函数名我们可以认一起 其实它就是一个函数地址 首先是我们定义了一个prd-t这么一个现成 进成rd 这不是现成啊 这是进成rd 紧接着又声明了一个现成的rd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说过 如果获取进成的rd 是不是定用getprd这个方法 但是如果获取 现成的rd的话 必须定用p12的下方线cf 这个是不是获取到了我们 创建现成的一个现成rd 然后打印 首先是打印我们的进成 进成rd 紧接着打印我们的现成rd 好 这是这一个函数 所要完成的一个逻辑 再看我们的命 我们的命也声明了一个进成rd 一二二代表了一个返回值 OK 创建了两个现成rd 不是现在创建两个现成 是声明了两个现成rd 然后电用getprd得到我们的进成rd 紧接着我又我又定用 p12的下方线cf这个函数得到 执行本程序的现成rd 然后创建现成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阐数我们传的是什么呀 传的是一个现成rd 而且是用了取缔子云船服 为什么用取缔子云船服 因为我们要影响到要把它的子给带出来 是吧 第二个是传属性 我们不需要改变创建现成的属性 都用的是末内属性 所以说这个地址传那 第三个 我们传的是一个函数指针 函数指针是不是 就是这个函数名啊 也就是函数地址 第四个是什么呀 是参数 我们 在定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在创建现成 现成在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不传给它任何参数 所以说最后这一个参数也写的是now 如果 er不等于零 也就是说创建这个现成 它不等于零的话 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出现失败 言外之意呢 就是这个线 创建现成这个函数返回 至如果40的话 说明是成功的 如果失败的话 我们就直接退出 打印打印一段错误信息之后 直接退出 然后 sleep一下 sleep一下的话 再打印出 在打印出 密函数里边的 进程rd 以及 现成rd 好 我们再从整体上来分析一下 这些代码 首先 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系统会创建一个进程 是吧 这个进程呢 会执行密函数里的代码 这个进程的进程rd 可以通过getprd获得 好 那么就是说 这个进程的prd 就是这个 就是通过getprd 付给了这个prd这个变量 然后呢 几件的密函数里边又创建了 又 还没有创建 就是在创建之前 我们又 调用了这个进程里边 咱们知道 一个进程必须包含一个现成 调用了这个现成的prd 然后紧接着 这时候再创建现成 创建现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大家想 当执行完 这一段代码 这里边 已经有几个现成了 有几个进程 有几个现成 好 我可以刷一下答案 答案是一个进程 两个现成 为什么 因为我们始终只有系统 创建了一个进程 没有 我们代码中 没有创建进程 所以说只有一个进程 但是呢 我们定用了 p32的create函数 这个函数 其实它出现了一个现成 这个现成去干嘛了 这个现成是不是去执行 这类代码了 这类代码的时候 然后它又 电用get的prd 得到什么样 得到这个现成 所在的进程的prd 那么大家想想 这个prd 是不是应该和这个命函数里面的get的prd 得到了进程rd是同一个 因为这两个现成都在同一个进程里边 但是呢 电用p32的self这个函数 得到的现成rd 得到的现成rd 就不是同一个了 它 是我们创建现成的一个trd 而命函数里边是 而命函数里边 电用个代码 电用制造的代码 得到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现进程里边 一开始就唯一创建好的 这么一个现成的rd 大家好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在这儿会调用一下slip 我们调一下slip的目的 是不是让 密函数里边 一开始创建好的那个现成 先slip一下 slip一下目的是让什么呢 是让我们的 现成 就是创建的现成先运行 运行完之后呢 当然知道运行 会很快就运行完 我slip 一秒的话 其实呢 对于计算机来说 它已经把这个现成运行完了 并且呢 直现成已经 就是这个现成已经结束了 紧接着呢 我呢 命函数里边的现成 又打印一下 进程 以及这个现成的prd 好 我们代码就分析到此 然后呢 我们来编译一下 看看我们的编译结构 是不是刚才我们分析的 刚才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函数里边的 进程rd 以及命函数里边的进程rd是同一个 但是呢 现成rd不是同一个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来运行一下 编译 OK OK 我们的可自行文件已经生成 然后 运行它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 首先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现成函数里边运行的结果 这个是不是 命现成 命 进 命现成 里边 就是命一开始 带来的现成运行的结果 为什么刚才这一段 这一段 出来的会晚一会呢 是不是刚才展霉说的 它有个sleep 好 再看一下 首先是 这个函数 现成运行函数得到进程rd 以及命函数里边的现进程rd 是不是相等 都是124流2 124流2 但是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 它们各自得到的现成rd不是同一个 是吧 不是同一个 所以说 这个运行结果 就和我们刚才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解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课后多多练习一下